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兩會將至 習經濟領導班子大洗牌 四人受關注 去年財政支出透支6萬億元 官方與黨政機關過緊日子 同事操歌 華為不忍了怒告小米 他報恩怨內幕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2號 星期四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兩會將至 習經濟領導班子大洗牌 四人受關注 今年的兩會較往年更受關注 將於本週末登場 完成中共二十大後的人事更替 習近平的經濟領導班子將進行一次大洗牌 掌管國家經濟的總理 副總理和央行行長等關鍵要職 均將換成新面孔 大紀元報導 在中國經濟正經歷著越來越多挑戰的情況下 習的經濟領導班子格外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從專家分析和媒體獲得的消息來看 掌管中國經濟的四個關鍵職位的最有可能人選 分別是李強為總理 丁薛祥為常務副總理 何立峰為副總理 朱赫欣為央行行長 與他們的前任不同 這四人要麼是習近平的親信 要麼是與習信任的助手有關係 現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領導班子 將如何幫助習制定經濟政策 李強 在中共政治體系中 總理在傳統上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角色 監督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所有政府部位 但在習近平的領導下 這個角色的影響力有所減弱 習近平的前任大秘李強若在兩會後掌管國務院 將進一步削弱黨和國家之間的界限 這引發外界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質疑 路透社報導 研究機構策尾諮詢的聯合創辦人羅杰說 李強任期的開始可能會遇到坎坷 因為他試圖在國務院找到自己的位置 並真正了解如何使其為他工作 丁薛祥 習近平的前助手丁薛祥將成為常務副總理 和李強一樣 丁薛祥也缺乏中央一級的管理經驗 丁薛祥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 高於已擔任中紀委書記的李希 丁薛祥從未擔任過省級領導職務 也缺乏制定經濟政策的經驗 在新的職務中 他可能會對中國的國內經濟負責 特別是國家的財政政策 何立峰 中共發改委主任何立峰 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成功進入了政治局 野村分析師表示 習近平的長期心腹何立峰 可能被任命為下一任負責經濟 金融和工業事務的副總理 何立峰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 負責在天津監督一個被稱為中國曼哈頓的 國家主導的大規模投資項目的建設而被人所知 該項目最終給當地政府留下了空蕩蕩的建築 荒廢的摩天大樓和巨額債務 朱赫欣 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將確認的另一個關鍵角色 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和監督金融系統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中國金融集團中信集團董事長朱赫欣 是接替現任央行行長易剛的主要候選人 伯克尼大學教授歐普爾此前在接受CN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對高層角色的選擇代表了一種領導風格 即將個人忠誠度至於能力和富有成效的討論之上 去年財政支出透支6萬億元 官方與黨政機關過緊日子 中國兩會前夕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月1日舉行 《權威部門化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 財政部部長劉昆說 2022年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37萬億元 比2021年增長0.6%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6.06萬億元 增長6.1% 財經評論人士蔡慎坤2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表示 根據各省市公布的防疫支出數據 即方艙支出和核酸檢測疫苗支出數據 估計去年公共財政支出有三分之一用於疫情防控 去年制定財政預算支出時 並未考慮到疫情防控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而各地政府為了完成中央政府的大流行病清零任務 採取封社區封路 建方艙醫院等隔離設施 動用大量的政府財政和醫保基金 導致債財高注 她說 清零措施 你地方政府不這樣搞的話 你就丟掉了烏紗帽 廣東東館就因此免去了不少官員 廣州也免去不少官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逼迫地方政府官員拼命舉債 封城清零 他們不計代價地搞清零運動 蔡慎坤披露 地方政府除了向銀行舉債 還能用醫保基金的錢防控 導致今年政府退出所謂的醫保改革 大幅削減居民的醫療費 對於今年對黨政機關實施財政緊縮政策 財長劉坤說 財政部門將繼續嚴格落實過緊日子的要求 當好鐵攻擊 打好鐵算盤 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緊要處 堅持黨政機關過緊日子不動搖 黨政機關繼續過緊日子 不該花的錢 一分錢不花 更好節用於民 山東德州居民胡建軍表示 去年一般性公共支出超出收入約6萬億元 可見過度防控政策導致政府財政入不敷出 他說 大量的資金被浪費 比方說 我所在的社區 我的朋友任社區負責人 我們一個小社區 用於防控一天的支出 就要50萬元人民幣 這太恐怖了 那些一二線城市的社區花錢更恐怖 這種花錢方式 老百姓是心痛的 我也心痛 柳坤表示 今年將從嚴從緊編制預算 削減和取消低效無效支出 嚴禁超預算 超標準安排支出 將即時清理回收節育資金 以及對節轉資金較多的項目相應減少 預算安排 同事操歌 華為不忍了怒告小米 她報恩怨內幕 中國兩大科技巨頭華為與小米近期爆發專利糾紛 今年1月 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華為提出的 小米侵犯其四項中國專利的案件 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則在關鍵時刻節目中表示 華為被美國全面制裁後 流失了8000萬用戶 小米集團總裁盧偉冰曾夸口 稱小米吸收華為大約5000萬名用戶 華為面對小米的禁逼 因此開始祭出專利大戰 美國2019年把中國電信設備大廠華為列入貿易黑名單 更進一步停止核發美國企業供貨的許可證 綜合陸媒報導 小米集團總裁盧偉冰近期表示 華為被制裁後 手機用戶大失血 流失了8000萬名客戶 其中小米吸收約5000萬名 2000萬名約跳槽到蘋果 另外約有10%則轉向從華為分家的榮耀 黃偉翰提到 盧偉冰非常針對華為 他先前更曾PO文表示 華為預知售價2399元人民幣的手機只能搭載10瓦充電 我們小米通通標配18瓦快充 戶別秒頭意味相當濃厚 值得關注的是 美國仍持續加碼打壓華為 《華爾街日報》報導 拜登政府對華為的禁令空在擴大至較舊的4G產品 黃偉翰則說 華為除了面對小米壓力 外部還得面對美國打壓 華為的前景其實是非常嚴峻的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再會 不敬請